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一样的策略 其实以前的老师是对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教材 叫因材施教 没有像现在一样都统一教材 统一个题 统一评分 其实是不对的 我讲一句话大家做参考 老天要我们做不一样的人 老天不是要我们做同样的人 如果每个人都一样 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分工 没有办法分工人类就很惨 就是有人喜欢扫地 有人喜欢扫纸张 爬格子 一样 爬格子跟扫地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贵贱 不要认为属于成高 没有 我在学校教书我经常问我的同学说 是校工重要还是校长重要 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说校工重要 校长马上出来骂人 我不重要吗 你说校长重要他就不扫地 所以中文就说都重要 他不敢说真话 那我很简单 校长不在的时候 我说校工重要 校长在的时候校长重要 这不是讨好 这是谈话的技巧 那校长会走啊 你说不过校工也很重要 中文这个不过很厉害 你没有校工你上课抽的药兵你怎么上 校长一个礼拜一个月不在学校 没有人知道 校工一走了你马上知道 你看政大就这样 政大有批狼 那第一次把校工叼走了 全校都知道 校工被狼叼走了 第二次把注册组长叼走了 半个月才知道 最后把校长叼走了 半年才知道 校长半年不来 以为他到哪里去进修了 所以很多事情你要用相对的观念 你不要用绝对的观念 我们现在教书都说绝对绝对 这个小学老师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全世界只有小学老师 是满口都是绝对的 标准答案标准答案 怎么叫标准答案 天下没有标准答案 只有参考答案 就像标准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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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